这边已经按照一开始教的方法 已经知道了36帧 帧上的总帧数是36帧 我们现在知道这一款鞋 这是40和41码的鞋底都可以用的 然后我们这边现在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帧上的总帧数知道36帧的时候 就知道这个阻射线 知道阻射线要下一次 下一行下一个来回要织阻射线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地方收针 中间收针的这个地方 一定要知道开始织阻射线的时候 开始收针 要么就知道36帧或者是40帧的时候 或者增上40帧都是可以的 我们这边就知道36帧 然后开始收中间 然后现在织阻射线 就中间收针的时候 中间收针的时候 头尾也是要加针 一直加到最后 头尾加针是一直都要加的 加针 绕过来 然后调辐射线中间调一针 然后织三针 然后再三针的辐射线中间调一针 调起来 这针没织好 然后这针调过来 然后再织三针 然后调一针 再织三针 然后再调过来 大家看好了 我们现在 我们收针就 就是在这个 这一条 组射线的这一条 靠着这个收 靠着这个收 就靠着这个组射线 这个地方收针 靠着这个地方收针 然后我们前面的这两针 就是两针并一针 靠着这个中间的这两针 这两针 就是两针并一针织掉 两针并一针织掉 然后这一针织掉下来 这边收针是 靠着这 靠着左边的这个是 这针织掉下来 然后织这一根 织旁边的这一个 然后把这个直接织掉下来 然后就收到了两针 然后这针再织掉下来 这针红色的 这个辐射线再织掉下来 再织三针 然后再织一针 下面就一直织下去 调一针 好我们反面的时候 该织什么颜色 就织什么颜色 到反面的时候 这边要加针 反面记得一定要加针 要不然两边就 两边的针数就不对的 然后调过来 然后织掉 我们这个收针都是在 织射线 织到织射线的时候收针 辐射线的时候就正常织啊 知道金黄 就是这个姜黄色 这个线的时候 我们就收针 然后织到大红色线的时候 我们就正常织 就大家织这款鞋子的时候 就会在收针的这个地方 老后犯迷糊 就是说 怎么收 织射线收 辐射线正常织 加的这一针 这样直下去 好我们现在 织射线收针已经收完了 我们现在换 换大红色的这个副线 辐线收针 就辐线不用收针 辐线就正常织过去 加针啊 记得一定要加针 头尾都要加针 然后这针调下来 织三针 调下来 织三针 再调下来 每次都是靠着 中间三针的 就是三针中间的这一针调 然后这边是织到两个红色 然后这个 两针的这个组色线 中间的这个都要调啊 都要调下来 然后这边再织两针 红色的 只要继续记住这个花形的次序就好了 记住这个花形的次序一直编织下去就可以了 就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理清了啊 在织的过程中 大家织这款鞋子的时候不要织太紧 因为这个织花的话 本身就比较拉的时候 不像那种就是零基础的那个 织的那么有弹性 就加针 反面就该织什么线就织什么线 该挑针就挑针 挑过来 挑针就是这个 把这针 从反面也挑过来 这两针一起 这两针一起挑下来 两针一起挑下来 就像你那边 感谢观看